天佑花莲 祖林也保佑花莲 观众朋友 今天晚上我们给大家来看到 随着花莲强震余震不断 在这一列花莲往台北的列车上 往右一看 中央山脉的视角 山都凸了 居然凸成了一个原住民背着石楼的 图腾形状跟轮廓 大家都在说 这是祖林默默保佑着花莲吗 而每一次的重大天灾 往往也都伴随着不可思议的神迹 比方说 重创小林村的那一次八发风灾 肆虐台湾期间 云图上居然出现了一尊像是观音的云图 背后又是怎么样的一段传奇故事呢 最近有个星座老师 他就准确预言4月3号的花莲大地震 跟4月23号的余震 那就引起了大家很大的争论 那现在这个老师他又做出预测了 他说下半年可能水火无情 提醒大家要小心 那当然有人说穿着附会的说法 但信者恒心 大家还是小心为上 那看到这些画面 不免让大家想起 当初在这个花莲大地震的时候呢 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惊险 结果现在有人就去回顾了一下 当时在台湾东部海岸的一些卫星照片 是由Google地图所看到的 看着看着 结果他把这个照片呢 就公布在网路上面 但有人却看到了不同的异象 为什么你刚才在看的时候 你可能就觉得右边是不是有些白白的东西 但是有人就说 这个白白的东西 你不觉得很像一个神像吗 有人说这就是观音 你去看他们的说法认为 上面眉毛眼睛鼻子嘴巴 甚至下半身的脖子清晰可见 那有人就说 你要用眯着眼睛的方式看 就会觉得很像观音 但也有人说 你如果用眯着眼睛看 你会觉得像妈祖 你看我们的看板上面是妈祖 那还有人讲就是说 可是这个观音或妈祖的表情 看起来似乎相当的担忧 看着台湾的东边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 就这样的一个光影的部分 有鼻子 有嘴巴 有眼睛 就是脸 一张侧脸 侧脸望向这一边 刚好是一个花莲台东 花东重骨的这条线 是 那他们说担忧着看着 似乎也是希望能够保佑台湾的东部 地震不再来 当然也有人觉得说 你就看图说故事 看什么像什么 不过呢 这个就让我想到 最近有一个花莲的兄弟 他搭车回花莲的时候 他看到花莲的山 有些山顶都光秃秃的 看着不忍心 但就看着看着 这些秃秃的这些照片 他拍起来 就有一个地方 让人觉得像祖林显林 就像你看 有没有 我红框圈起来 大家看一下 这真的就感觉是一个 战利的原住民 而且穿着原住民的传统服装 后方还背着一个竹篓 有人甚至说 前方的那个弯弯曲曲的 是拿着弓箭 有没有看到 左边那是弓箭 所以你看 你说这个地方是弓箭 对 这是人的一个头 身体 双脚 这个地方 就是他后面背的竹篓 哇 这个行影 一讲起来就联想起来了 那他那个方向 刚好是往着花莲方向 所以他们就说 祖林显林 必幼花莲 在这个背后 台湾人性观音 也有一定的 讲起观音 会有一定固定的一个图腾 在那个地方 其中有那么一座画 等一下我们给你看 再熟悉不过 背后竟然牵起了台日一段 不为人知的交流啊 就是现在我播了这个 叫做 奇隆观音照片 这个奇隆观音照片 当然里面是奇隆观音像 你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来的吗 因为我们台湾人很多人 对他深信不疑 膜拜了60多年 那怎么来的 就有很多穿着附和的说法 有人说 是在1959年当时八七水灾 然后观世音菩萨在彰化的大肚鸡上显灵 庇佑众生 那有人讲是 其实是美军当时在1973年 驾驶战机的时候 然后拍摄到奇怪的云朵 没想到照片洗出来之后 竟然是奇隆观音显灵 而且你去看到他左手拿宝瓶 然后旁边还有一些 应该是柳树还是怎样的 许许如生啊 这照片呢 那当然就显灵了 可是后来为什么会出现真相大白呢 是因为这张照片越不断的翻拍 就越来越多人持有 越多人越相信这样的一个神奇的传说 所以就有一个台湾的艺术家 他决定去把它临摹 但是他用彩色的 彩色成临摹的 但他彩色人临摹之后 那大家看得更漂亮啦 就用更多的转载 可是这违反了他的著作权啊 所以他就去法院告 告说你们谁用了我这个彩色临摹 奇隆观音像的话 我要告你们违反版权 那法官就不得不去调查 到底这个奇隆观音像的来龙去脉 一调查才发现 其实这当初一开始 在台湾流传的那张黑白照片 根本不是显灵 是由原田之四郎这位日本人啊 他在1870年的时候所画出来的 那他画出来当成是黑 也是彩色 但是他画完毕之后 因为这是很珍贵的一幅艺术作品 所以就回到了日本 在日本的护国寺收藏 那后来日本人认为他具有相当大的文化价值 所以后来呢 又到东京博物馆去收藏与展览 那他离开台湾台湾人希望能够把他这个画作留下来 所以就用相机去翻拍 但是那当时的相机翻拍是黑白 所以就有一个黑白照片 黑白照片翻拍的是原田之四郎的画作 结果被大家说成是显灵 一败败了60年 新城则灵啊 但说到了观音 在台北 周波大夫来看到就是说 在台北的这个香火最鼎盛的龙山寺 龙山寺这个地方也传出了 居然观音在当时空袭的时候 如何冥冥之中 他保佑了更多更多人幸免于难呢 为何观音会显灵 这要牵得到 大家还记得那时候二次世界大战 那我们台湾那时候是被日本所占领 所以盟军尤其美军 自然会对台北进行轰炸 所以就在北部在轰炸的时候呢 他们竟然以为龙山寺是总督府 所以他们就拼命的在那里炸龙山寺 那你也晓得 既然龙山寺在二战期间盟军轰炸的时候 很多信众一定是觉得能够躲在这 也许可以防止被空袭给袭击吧 但是他们那天躲在那的时候很诡异 就那天的蚊子就特别多 所以他们就一直抓痒 抓到受不了 后来他们说算了我们不要躲在这 这里是在太阳 他们就离开 一离开美军就炸 美军一炸就炸在他们躲的地方 就是我们讲的中殿 那我就要感谢那些蚊子 把我们人赶走 不然我们就死在那 但主持人蚊子怎么来的 所以应该不是感谢蚊子 应该是感谢谁召唤的蚊子来 好那美军就轰炸 轰炸之后 我跟各位说也很神奇 刚刚我说光绪皇帝刺的匾额被炸烂了 还有其他神像也被炸烂了 宗殿上只有一个没有被毁坏 什么都是 端座连台上不可思议 蚊子怎么来的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再来我们来问问中博 这一群密密麻麻的蜜蜂 又是怎么来的呢 台南人会讲最神奇的 应该还是他们的文恒殿 官圣帝君了 我们晓得这个官圣帝君文恒殿 是在1734年雍正时代建立 但最近出现个怪想 就是说奇怪怎么会有数万只的蜜蜂 数万只真的很奇怪 就飞到了 这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好多蜜蜂都在飞 他们是什么一股力量把它召唤来的呢 然后飞飞飞飞 然后其中有四只蜜蜂被人家发现 竟然飞到了那个香炉上 然后这四只蜜蜂在香炉上面飞的时候 还开始写字 蜜蜂写字怎么可能 当然我知道每个人就各自解读 有人觉得不是在写字 是在画图画成龙身 那有人就说在写字 好那好 刚刚蜜蜂到底为何而来 有人认为官圣帝君在点兵 官宫召唤而来的 我回头来问 你说他们在那个香炉上面蜜蜂的停留 它停下来 它会留下一点痕迹 一点点一点点痕迹 肉眼可能看不出来 但是 几万只蜜蜂要是留下那么多痕迹 你一定看得出来啊 有啊有留痕迹啊 你看就像 我这边 有没有中间 隐约你有看到吗 你看看 这个是 蜜蜂停完了之后 我把它画出来 蚊嘛 哦 那为什么要留下蚊 为什么留一个蚊呢 官宫显神 我也要告诉你 我做这蚊横殿啊 蚊横殿的蚊 出现在香灰炉里面 是 所以他们讲很神奇 因为那时候蜜蜂在爬行的路线 向龙身 象征官宫 然后最后又出现了一个字叫文 那不就是官宫在跟信众沟通 我坐镇在此吗 那官宫不是第一次显灵 你知道其实在台南的麻豆 曾军当时马关条约 台湾各让给日本 日本要接收台湾的时候 他是由北向南开始占领 那由北向南的时候一直打打打 本来一开始都很顺利 可是打到了毛岗尾的地方 叫台南毛岗尾 突然要潜进麻豆时 在大陆中间看到了一个 魁行大汉 拿青龙野月刀 身作刺兔马 然后挡在路中间 日军一看不敢前进 为什么 其实我们台湾人一听 这样的描述就知道 这就是官宫显灵 但日本哪知道官宫是什么 日本只觉得说 这是不是一个民兵的军官 然后在前面 这么威武 而且就好像空城祭 这个诸葛亮坐在那儿 一个人 那司马懿不敢走 一样的道理 所以日军觉得有诈 就绕路而行 结果也就让麻豆当时 没有马上被日本人给侵袭 有人就讲说 这个到底标行大汉 青龙野月刀 坐在赤土马上是谁 那因为找不到这样的人 后来他们说 那当然就是官宫 当时显灵 单独一人挡在路中央 阻止日军继续前行 这也就是为什么 从那个时候开始到后来的雍正文恒殿 以及现在你又看到了有数万只蜜蜂的奇怪行径 他们认为官宫在这边是麻豆人最深刻信仰 观众朋友 从现在开始 气象鼠已经针对十个县市 发布了大雨特报 未来24小时 中南部雨量预测图 哇 整片红 红整片 我们要给大家提醒 居然闪电列车 已经从南台湾直奔北部而来 这个周末大家一定要担心 回去看这几天 又是地震 又是大雨的 敬天为神这四个字特别特别让人有感 中国来告诉我们 花莲 寿风 我们知道过去那个余政不断的 最重要的这个中央所在 就在这里 居然传出了有一尊要是否 否手断裂了 信徒说 这是要是否显灵 拯救花莲 到底怎么回事 哇 这对于当地寿风乡的这个民众 看起来是非常的心疼 为什么呢 位于寿风乡河南市的这一尊 药师佛 其实你去看 他的佛头 我们本来一开始 听到这消息 以为说 会不会只是佛头的军列 结果看到整个佛头段 也难怪民众看了会这么感当 因为这个药师佛 其实他去年11月12日 才刚刚落成 才刚刚开光 而且他的体积算是蛮高的 在当地是有一种宗教信仰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安定人心 现在掉下来 很多人认为说 会不会就是因为 药师佛在替当地的信众挡灾 结果呢 自己呢 他们还说 他就壮烈成人 我刚刚讲到那四个字 就是敬天 为神 你知道每一次 到了这种天灾 特别平仁的时候 人心会惶惶不安 你可以说这个神迹 你也可以说你不相信 可是为什么总是 这样的神迹的新闻 往往伴随了更多的天灾 跟不幸发生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觉得主持人讲得非常好 因为大家都讲 其实有时候神迹 就是反映当下人 对现实的心理状态 那我们就来看这个 让当时圣人心理状态 感到非常的忧伤的是 中国在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饥荒 你知道这三年大饥荒 耶尔他们说叫三年自然灾害 结果就在画面当中 当时位于四川乐山的乐山大佛 我这边稍微讲一下 乐山大佛 可是目前全世界被记录为 第一大的佛像 因为它高71公斤 那当时大饥荒 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有人竟然 目击到乐山大佛闭眼 而且闭眼这个 不是只是大家众说纷纭 是真的有拍下照片 目前储存在乐山大佛博物馆 但为何大饥荒期间 乐山大佛要闭眼呢 原来是因为我说的 1959到1961 当时大饥荒 那么四川本来就是属于穷乡屁 所以不少当时灾民在罹难之后 在饿死之后 他们的大体随便就用一个 破草席卷卷一卷就投河 那那时候 我们讲三江交流处 正是乐山大佛所在住 那哪三江 闭江大渡和七一江 你想哦 这三江沿岸的民众 当他们家人饿死 用大体这个草席 随便把一把就丢到这三江 最后在哪边会合 会在哪边会合 刚好就等于说 顺流而下卡在那个交汇处 就是乐山大佛所在处啊 所以导播我们再来看一次 这个是正常的乐山大佛 他就是磁眉善目 然后垂眼垂视着世间的一切 结果你说最悲惨的 这个所谓的大饥荒发生的时候 眼睛闭起来了 这个过程当中就被解读成说 三江汇聚 这么多无辜的百姓的大体 在这个地方出不了海 在这个地方受苦 他不忍 所以把眼睛闭起来 因为他俯瞰而下 有这么多罹难者的遗体 不管你信或不信 不只有在台湾 在中国四川 我们来看到西方 西方的圣母玛利亚 落泪 每一次落泪 每一次都出大事 这怎么连结起来呢 这个落泪是当时有被民众亲眼目击 而且拍下 我们来看 位于墨西哥的克利玛州 有一个圣母玛利亚的教堂 你看哦 画面当中有没有发现 他的右眼的眼眶 这个总骗不了人了吧 对 而且大家会说 那没有人撒上去还是干嘛的 他在玻璃柜里头 有没有 拍摄者他故意 我要先跟各位讲 这些信众到教堂里面 是不可能能够随意去把玻璃柜打开 然后在上面做假的 那当然教堂人员怎么做 这我们不知道 但是就信众的角度来说 我就是看到他眼眶流泪 而且你能不能看到 他眼眶还泛红 跟人真的在呼的时候 眼眶泛红落泪的 这整个状况都非常的逼真 非常的像 对啊 你看 你能不能看到白色一个半月形的 那个是隔着玻璃的反光 换句话说 你根本没办法靠进去 连触摸到都是不可侵犯的 神圣的圣母玛利亚 怎么可能脸上会有水呢 是 好了 那就不管怎么样 你就是被拍到了嘛 你也被看到了 而且是亲眼瞬间的目击 那有人就说 会不会是因为 这个我刚才说的 克里玛州 是墨西哥 他们最暴力的一州 自然非常的差 所以在那边呢 有很多的社会事件 很多人认为 圣母玛利亚在那边 他们都不忍这个州 有这么多的暴力 所以掉下了眼泪 是 好 那我刚才说了 你信众不可能能够有作假 那本身教堂方 他并没有出来解释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 也曾经发生在 新墨西哥州 2018年的时候 这事情 在美国就闹大了 来我们看一下 新墨西哥州的 瓜达陆佩 圣母教堂 当时在弥撒活动的时候 这个由红材质包含的辣材质 所雕出的圣母像 被人发现 一样 他的脸颊上面 这次是在 左眼嘛 有这个泪水流下来 而且有人还闻到 现场有淡淡的玫瑰香味 我觉得更更更是不可思议 对日抗战期间 神明也来护驾吗 这个对日抗战是发生在我们所说的大陆河南陆毅县 那时候日军驻扎在安徽 然后他向陆毅步步进逼 结果当他们日军来到陆毅几公里外的时候 他们发现陆毅有两个建筑物特别的醒目 他们怀疑是防御设施 一个是角楼 另外一个就是当初相传是老子社坛讲学得到申请的地方 老军台 所以他们日军就用破级炮去轰 第一个把角楼给轰掉了 日军就想 气势上我就赢了 而且他是仰攻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他想那第一个军事车是我攻掉 那我们旁边那个也要攻 他们并不知道那是老军台 结果没想到这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就日军用破级炮发第一发要打老军台的时候 但既然没有打出去 他是亚旦 再打 再打 还是亚旦 再打 连续都是亚旦 弄到指挥官都觉得实在太夸张 亲自到现场跟军官说 你现在不要叫炮兵打 你们军官自己下来打 结果一去看 打掉了那个角楼 那没话讲 可是这个老军台没打掉 因为他们看到上面的记载才知道 这竟然是道教创始人老子他可能得到身边的地方 很多日军当场下跪 下跪来说刚刚我们这样拿破级炮打你 是很不尽的行为 看到没有 那个每一个画面上用那个暗红色褶红色圈起来的都是当年被炮击过的痕迹 还有这棵树 不只炮击到这个墙壁上 还有这棵树 都证明当时这个事情不是一个谣传 而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好 中博现在讲到了这些是老军台 再来这个我觉得就更难解释了 老美也姓关公吗 怎么可能 可是偏偏居然一直就流传着当年 在珍珠港事件当中 关公显灵赶到现场护驾 不可思议这件事 1941年的12月7号 我们晓得早上礼拜天 珍珠港发生了日军突袭的事件 可是就在两天前 当时有一名两亿的华裔的美军 他叫做梅内克 他突然在梦梦并行之间 听到说有马医生 然后没多久 他所睡的这个地方就有人敲门了 那他一打开门 但是他不晓得自己是梦还是现实 因为我说伴梦伴醒之间 他一打开门就看到两个人穿古装 中间一个人没下马 他骑着一匹赤兔马 而且留着这个大胡子 拿着一把大刀 我相信我们了解中华文化背景的都知道 这个形容听起来就像关公嘛 但是你要知道人家是一个华裔的美军 他是受美国教育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这三个古人 然后中间这个又不下马 又拿大刀 就这时候旁边站了一个人说话了 他说我叫周昌 我今天要来代替官老 也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两天后 我们这里可能会有些灾难 所以你记得要带着 在这个港上面的所有亚裔华裔的这些美军 你去避难 去哪避难呢 就去你们这个旁边有一个我们说的教堂 叫圣玛丽教堂 好啦 结果后来梅勒克醒了 醒了之后呢 他也不晓得当时到底是被脱帽 还是做帽 还是真实 他就想说这个难道是一种预兆 就跑去跟当时的舰长助理 也是一名华裔的美军 跟他说了这件事 那因为我敢讲 他本身受美国教育 他当然张恶金刚摸不着腿 这三个人是谁 可是这个时候舰长助理 他受过中华教育 他知道这大概 好像是三国演义里面的人物 他就问 我问你啊 没内克没内克 你在里头 有没有看到什么字啊 他说有 那个在马上的 那个流胡子流很漂亮 然后大到那个人 他旁边有一个旗子 旗子上面写 关 他说那就对了 管老爷 那个坐在上面没讲话 是关老爷 他先预警两天后会发生的事 结果 这个时候舰长助理就说 那我们就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我们干脆为了让你安心 当天一大早 因为他交代就是 两天后一大早 我们就带着这些美艺的 这些美兵 到教堂里面去祈祷好了 所以呢 就在12月7号 在日军还没有突袭 珍珠港之前 这些人全部都跑去 就我说的美国 华裔的这些美军 统统跑到教堂里面去 就躲过了日军突袭的那一刻 结果所有的华裔美军 都没有人受伤 都没有人身亡 都没有人战死 这件事情也不是传说 因为后来这件事情 是真的被美国列入 他们的历史记录 并且在西点军校 这个处身框柱的 这个玻璃柜里头 还收藏着一把 光宫的青龙野月刀 你西点军校干嘛 收藏光宫青龙野月刀 他就是要纪念在 珍珠港事变当中 有这一起 似乎是光宫托梦显灵 救了华裔美军的一件事情 从哪里来 从哪里还回去 当您看到流浪在外的 佛教珍宝 终于回到当初的古寺 佛光山最近捐回给 山西寺庙 三十件的珍奇宝物 每一件都非比寻常 外界才赫然发现 哇 原来位在高雄的佛光山 他的弟弟暗藏了 四十八座的地宫 百年开一座 犹如时空胶囊 老师来告诉我们 怎么样来寻觅探宝 里面有什么秘密呢 各位观众 今天是观世音菩萨的诞辰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一些 神秘的 不可思议的宗教故事给大家听 好 当然最近两岸 最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佛光山 把山西的一些佛教 三十件文物 珍贵的返回大陆去了 他多珍贵呢 好 上个世纪 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这个山西有很多寺庙 珍贵的宋朝的 元朝的 清朝的 彩绘佛像 流落海外 你晓得要把这些用重金 买回来 是多难的事情 佛光山居然替山西 收回了三十件 然后把这三十件 在这两天送到大陆去 返回山西 这三十件里面有什么呢 好 我跟大家讲 这一次还不重要 我认为佛光山做最重要的一次 是 是这一次 这一尊是 这一尊是 1500年前的历史佛像 是 1996年居然大陆有个小偷 对 偷这个佛像呢 他只偷头 他把头锯掉 是 把金身留在 看到没有 金身留在原地 对 幸运大师 在2014年 花锯质把这个头 从国外买回来 2015年 注意到大陆的 大陆的人 把金身留在大陆 那个被偷的金身 送来台湾 是 把他的身体送来台湾 跟这个佛首合体 跟佛首 1500年前的佛生跟佛首 在台湾合而为一 佛光山自己 有个48的地宫 我跟大家讲 地宫听我讲 因为我参与最早地宫开始的工作 哇 那里面有什么 好 佛光山做了 在佛陀基地板搞了48个地宫 是 每100年开一座地宫 要4800年才全部开完 不可思议 对 那里面有多少真奇法 他完全是学习 故宫 不是法门寺 法门寺 是一个在大陆突然被发现 一个唐朝的佛教地宫 是 里面有三颗佛陀 释迦牟尼佛的牙齿 所以它现在就是 我们100年开一个 一定让你大开眼界 那个地宫里面增宝无数 我们刚刚讲了佛光山 环什么地方的佛像 山西 山西是 这个佛教跟道教 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你讲了山西 讲佛教有什么 这个很多的佛窟 一个一个的洞里面 好几尊啊 云刚石窟 是 那山西其实我最喜欢讲的 是这个蒙山大佛 各位 蒙山大佛你知道多高 多高 66公尺 二十几层楼耶 对 而且它1500年里 但是它居然凭空 啪 变魔术 戴维斯靠特来 把它变不在了600年 它消失600年 消失600年 太不科学了 大家一定要知道 它是世界史上最古老 最古老的石科佛像 是 它比勒山大佛 还早162年 四川那个勒山大佛 对 这么二十三层楼高的佛 头像巨大就是这样子 怎么会不见呢 很简单 为什么不见 谜底我要跟大家揭晓 第一个 武则天 最喜欢他了 武则天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给他披了一个 全世界最大的 红色的袈裟 是 披在他身上 对 结果 到了元朝末年的时候发现 第一个 他在风化之后 因为也战乱为原因 蒙山大佛头断掉 他也是头不见了 对 头断掉 滚下来 然后被埋起来 土石榴埋起来 然后这里的土石 不断地崩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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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身体变成山壁的一部分 所以远过去你就觉得这是个山壁 是 你看不出来是个佛像 认不出来的 认不出来了 对 现在的这个样子是 把旁边再重新挖开 是 再做了一个 这个头你知道多长吗 十二公尺 哇 好巨大 再做个十二公尺的头像 对 把它放上去 所以各位可以想到吗 这个世界上六公尺的佛像 居然在我们世界上不见 平宫消失了六百年 你现在才重新看到它原始的相貌 这都是佛教界珍贵的文物跟珍宝 非比寻常 不过讲到了佛教 很多人喜欢说 常常有什么菩萨显灵啊 不可思议啊 信不信有你了 接下来这真是不可思议集了 我特别喜欢介绍这个 我讲了很多次 印线木塔 这真是佛教建筑不可思议的存在 各位看 这木塔全部是木头结构 没有一点非木头结构 是 第二个 它没有一个钉子 没有一个锚 没有钉没有锚 它就这样搭起来的 是 好 金氏世界纪录 说它是全世界最大 最古老的木制建筑 是 而且 我们叫做世界三起塔 世界三起塔 一个是印线木塔 另外两个是什么 是什么 巴黎铁塔 很有名耶 比萨铁塔 很有名耶 很有名 好 那我跟大家讲 这个塔 有机会 一定要去看一下 你知道它 一千五百多年了 它发生什么事情吗 发生什么事 第一个 地震从来 我说过它没有地面 地震从来没有摇过它的 加进大地震 是 死了83万人 规模8.5 这座佛塔没事 这座佛塔摇一摇晃一晃 没有事 还有大洪水 我告诉各位 大洪水把它 它这个 整个是个庙 是 整个庙淹了 洪水到它前面 对 自己避开 太不可思议了 你不要讲我 你不要讲我讲 是 最重要的是一个 各位 它这边面临战火 这战火你怎么逼不过 总会炮轰 总要火烧吧 1926年 阎西山跟冯玉祥 阎西山是三溪网 阎西山跟冯 你看这弹孔 看到没有 弹孔 他遭遇过炮击 炮击 是 阎西山跟冯玉祥 在这边大战 塔中了200多发 该毁了吧 完全没事 你看它这个都被 弹火毁这样 是 完全没事 好了 1948年 国民党跟共产党 在这里 再打一次 而且最确实 国民党跟共产党的军队都亲自看到 是 炮弹打过去 看起来完蛋了 是 就对着阴线木塔冲过去 对 就从它的窗户进去 从它窗户出来 毫发无伤 讲完毁线木塔 我要跟大家讲 不要做坏事 什么意思 就是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山西 最灵的是什么 武台山 对 四大名山中里面 武台山是属于哪个菩萨的 文书还菩萨 文书菩萨 文书菩萨 大棒一下 妙一大条 那个菩萨 你犯大忌了 菩萨里面出现了 各位看这张照片 出现了文书菩萨的样子 这是当时那一坨菩 对 文书的五官这么清楚 一尊 对 各位 这本来 中国大致不准信神通的 神明的 而且这种潜积的事情是不准的 我要跟大家讲 这张照片 跟所有这些东西 现在保留在 山西的 显通寺里面 那你刚刚为什么讲 有空去看一下 你刚刚为什么讲 恶有恶报呢 因为 林彪是 1969年9月13号 去炸了三个寺庙 对 两年之后 1971年9月13号 同一天啊 对 林彪带了他儿子老婆 坐飞机 要往蒙古那边飞 结果飞机失事 全家摔死了 观众朋友 就在今天晚上 大家骂要起架了 还没出发 就先斩雨神的雨水神迹了 大家看到这几天的雨水 感受到了吗 今天晚上 社长告诉我们 说到神迹 这一位从出生到往生火化 一路传奇 一生传奇的藏传佛教 十六世法王 格玛巴 他预告轮回转世 接棒他的人 会跟他长得很像 没想到 真的发生了 仿佛复刻他的五官 跟身体一般 这个太诚实了 是 静相 马祖落尽 全民疯狂 为什么台湾的信众 这么多喜爱马祖 因为马祖的显灵的神迹 大家都知道 很多大 每一个人几乎可以讲个两三者 都没问题吧 是 那我们讲说神迹 在台湾我们讲神迹 神迹 其实在藏传佛教里面 他们叫大神通 大神通 对 大神通不一定最上面 那个神才会有 你高僧 活佛 活佛也是一样 可以透过先天的传承 跟后天的修行 变成大神通 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一位 电视上从来没有人讲过 叫第十六世法王 格玛巴 对 第十六世法王格玛巴 是1924年生的 1981往生 现在这一位法王是17世 那这位十六世法王 他是 有人问我说 这个法王跟达赖阿妈 谁大谁高 有什么不同 其实很简单的一句话 西藏佛教里面有不同的派别 他是克己派的领袖 达赖阿妈是格鲁派的领袖 不同派系 但都是藏传佛教底下 重视的东西也不同 为什么说这第十六世 柯玛巴这个法王 有人封他为 西藏 藏传佛教 千古第一神通 一千年来 因为这个 刚才讲 克己派传整的一千多人 从十一世纪开始 到现在 为什么第一神通 因为这个克己派 他们就 特别重视 重视这个所谓 修行神通大法 还有包括什么 我们讲的这个大手印 你看这位大圆满大手印 对 这个第十六世法王 你看他手笔的大手印 另外这边 这个影像比较模糊 就在修行神通的时候 他们手上必须拿一种东西 我今天特别带来了 你带来这些什么法器 这是我收藏的一个古董 其实是西藏来的 就是金刚柱 金刚柱 他做得相当精致 这个有点年代 这个要把它打开 外面这个其实像剑鞘的鞘一样 对 这边有三字民众 然后你看这边 他这边要打开 像剑要拔出来 你把它打开 这把那个冥王柱 其实是在这里面 是 在这里面 你看 剑鞘你可以如果拿一下 你稍微拿一下 它重量很重 它不是铜的 很沉 这个很沉 因为它这边 这个冥王柱 旁边这三片铁 它不会生锈 它晃月酒 还是一样 乌黑光亮 这你西藏带回来的 对 它是那个天铁做的 天铁做的 所以这他们的注重这种修行 所以需要这种冥王尺 来扶持跟加持 对 OK 那他如何说 他是千古第一神通 我们讲他出生到老 他出生的时候 出生的时候 当时在刚才讲1924出生 1924出生的时候 当时天 天有异象 我们讲说一般火火转世的时候 有天有彩虹 那彩虹是基本的 他还有什么 还有天 当天是晴天 对 天空云里面 隐隐雷声作响 一直雷声 但没有下以来 还有当时很多信众 当时很多信众 看到他出生的时候 天上降了一个云梯 那个绳梯 绳梯是两条绳子 像一个阶梯 一个阶梯了 从云端就这么样 垂涎下来 那这个银梯其实是什么 这是我们讲说一般人讲神梯 其实在藏传佛教里面 他们叫备业金 备业金是古代西藏佛教 藏传佛教里面 他们让佛金 用那个备多罗素的树叶 下去写的 这个树叶你看他们有打孔 对 用绳子穿过去 一拉起来一串 就其实是像神梯一样 因为他带着佛金下下凡 要辅度众生 要抛养佛法的 好 这第一个 第二个他母亲 帮他生下来的时候 其实这个孩子生的时候 天有异象 就觉得心里 这个孩子也有可能有佛炎 后来要帮他洗澡的时候 他母亲放水 对 放水 结果那个水 经过刚才那一个折腾 打雷 打雷 彩虹 看了以后 他的衣缸里面的水 变成什么 变成牛奶 变牛奶 清澈的水 怎么会变牛奶 对 这是他出生的第一个传奇 清水变牛奶 不可思议 那我们说这出生 然后他如果第一宫 我们讲说第一神通 如果这样 那就不叫第一神通 当时他后来过世 在1981在美国 美国过世 美国过世的时候 他送回印度西津国画 因为他1959逃出西藏 那在1981的时候 在印度西津火化 当时在研究火化的时候 他的信徒跟地址 帮他盖了一个火塔 要火化他的大体 底下用了七层的木头 木头做成檀层 要火化嘛 结果一烧 烧他一起烧了七天七月 神迹第一个显现 比变成清水变牛奶 还厉害呢 当时烧的时候 烧完了七天 都变成灰了嘛 变成灰 他的一个大地址 哪个两个盘子 要去捡看 里面有色粒子 结果一靠近这个火灰的时候 火灰里面好像有东西在跳动 啪啪啪啪 看一看不得了 心脏 法王的心脏 没有烧化 心脏是很软的一块肉而已 对 这个心脏其实在现在这个越南 还有一个共奉的一个叫四广德和尚 当时自焚以后也是一样 留下一个词别心 心不化 还有眼睛跟舌头 舌头要红化 所以眼睛舌头也没化 这第一个 火化之后 火化之后 他其实在火化之前 还留下一句语言 说以后我转世 第十七世这个可马八法王 你们会一看就知 一看就知 因为他是我的副科版 他说那个人会跟他长得很像 对 就后来找到十七世法王 那十七世法王坐床的时候 大概十几岁 你看 这是第十六世法王的照片 这个就是他年轻时候 对 这个是第十七世法王坐床的时候 哪有可能这是同一个人 两个人 你看 你如果仔细看 真的你比较不出来 到底哪一个是十六世 哪一个十七世 两个真的像双胞胎一样 这个是同一个人 对 所以说这个十六世法王 他有很强的这种预知能力 黑白的是十六世 彩色的是十七世 很像 长得这么像 对你看他们带这种 所谓这个 黑宝罐的时候 黑宝罐是名称组送给 送给这个教派的一名革罐 所以他们领袖都会带着 你看这两个几乎一模一样 同一个人 同一个人 我看不出来 那两个人是不同的人 OK 那这是他生死 还有他 我们讲说他过往生平的一个神迹 对 的一个大神通 我们讲说白沙豚妈祖 当时过佐水溪的时候 也留下一些很经典的神奇照片 就他带领信徒 冲过佐水溪的佐水溪的沙滩上 留下那些信徒们的那个脚印 对 这个脚印是浮起来的 我们脚印沙滩要陷下去 他是浮起来了 OK 这个大神通十六世法王也有一次 他当时一九五九逃往西津的时候 很多信徒跟他弟子跟他一起去 他走到一个地方 走到一个当时冬天河水结冰 河水结冰 大家想这么人要不要休息一下 法王说继续前行 他走 法王走第一个 走第一个大家跟在后面 发生一件事情 法王露了一手神通给大家看 他在冰河上就冰块上 直接踩出一个脚印出来 冰块不是硬的吗 硬的对 你怎么可能陷入一个脚印 如果是薄的你就陷下去 就会破掉了嘛 表示冰结了很厚 人才可以走过去 他在冰块上踏出一个脚印 斜印出来 更神奇的是 这些人在后面看得很惊讶 但后来经过夏天 夏天到的时候河水不是解冻吗 解冻河水终终流 脚印就不见了 但当地人去看 脚印留在何 留在河床的床底 怎么会这么神奇 还不够神奇 还不够神奇 在第二年冬天 河边又结冰了 这个脚印继续浮上来 又在原地 另外他还走到一个地方 有一个叫万蛇洞的一个地方 跟他地址 当时到万蛇洞的时候 很多条蛇千万条蛇 直接从那个洞里面爬出来 向他们这边冲过来 当时地址他们就拿石头 拿棍子 准备要对战 要保护法王 对 结果这位法王 十六四法王就跟他们讲 没有关系 你们不要动 他们是来朝拜我的 结果你知道 你要杜化这些蛇吗 对 所以这个典故叫万蛇朝拜 这些蛇过来的时候 过来到他面前 全部停住 全部停 有一只蛇网 头还抬起来 扁了几下 扁了一下 像他自禁 然后退回洞里面 有千万条尺 整个回到洞里面 连他们都有冯姓 对 所以他的司机里面有很多 包括他还有一次 他在西津的时候 西藏的地址来找他 说我们西藏最近流行一种病 就脸上 小孩子跟大人脸上会长那个疮 会流龙疮 农疮 那个法王跟他讲说没关系 你就带我一样东西回去 让他们擦在脸上 他有药吗 什么东西 尿 他的尿液 用法王的尿 尿液 不会吧 尿液 你知道尿液 从西津带回西藏 隔很多天 发臭了 发臭 所以当时小孩子不擦 小孩子闻到他味道都吐了 而且不相信这种尿液 太脏了吧 结果这些 他们说大人们信仰这个法王的 你们先用 大人擦看看 全部都擦好了 所以他有很多我们觉得尿液又发臭的东西 怎么可以治病 他就是有办法 是 另外还有一个他抑制功能非常强 当时他在吸筋的时候 他一个司机 一个司机跟他讲 说他想转行 想转行 然后这个法王说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 你心里面讲的这件事 你千万不要去做 他什么没说 因为他觉得司机 做司机太辛苦 这个司机想去当小偷 去偷东西 不说 你千万不要做 你做这件事会害了你的性命 结果这个小偷不听 结果真的 辞掉他的司机 又跑进来 跑去神庙里面 去偷神像 后必抓到 抓到 印度是宗教信仰很高的地方 送到那个监狱里面 关 进不住苦楚 死掉了 死在意中 这是他第一个议员 第二个 我说他有一支人力是 当时还有他一个朋友 一个弟子 是开直升机的 是 开直升机 对 也觉得开直升机 也很危险 那就跟法航问说 我想转航 你看怎么样 法航跟他讲 可以 三个月以内赶快离开 三个月一定要走 结果这个司机 这个直升机的驾驶 就跟公司提出辞呈 结果公司提出辞呈 说人手交接不够 多留一个礼拜吧 结果多留了六天 第六天 直升机摘下来 法航跟他讲得很清楚 三个月一定要走 要不然你会出事 就像很多人会问我说 这个神通 神机到底真的有没有 我挤一张照片给大家看 这个是法谷山创办人 圣言 圣言 对 1998去跟达乃娜妈对谈 对谈之后 很多信众在底下听 问出一个很 大家很关心的问题 究竟有没有神通 有没有这种大神通这种东西 有没有呢 圣言法师当场回答 非常肯定 神通是有的 只是释迦莫尼的教导 你们要修福慧 不修福德跟修智慧 不要太注重神通 那会走火入谋 但表示说神通真的是有的 三铁的比赛什么了不起 常常也在看 毛老师今天给我们看到 是欧洲的这场 非比寻常 为什么 冠军居然戴了一个 对牙弓的帽子啊 哇 这件事情 真的我用四个字 匪夷所思 有这么严重 对 原来 玄天上帝 加持过的帽子 让你体力大增 好 这个是挪威的 三铁选手 埃登 那这个埃登呢 他到日本 去参加东京奥运的 三铁会前赛 居然在东京 捡到了一顶帽子 他就戴上 一戴上去之后 神力无穷 他在东京的三铁会前赛 得到了第四名 厉害 他厉害 他觉得这顶帽更厉害 结果他回来之后 前两天 参加一个更重要的比赛 法国尼斯的 三铁世界锦标赛 结果他拿到 冠军 对啊 我不比哦 注意看 这他冠军冲线的时候 三分五十二 三小时五十二分三十五秒 这是他冲线的镜头 但你看冲线镜头 除了举旗之外 还戴了一顶帽子 好 那这个帽子呢 是普言顺泽公的帽子 他说这顶帽子 加持了他的神力 好 他恐怕不知道 这顶帽子什么意思吧 对 他当然知道了 好 我跟你讲 结果呢 昨天晚上 电视节目 就谈了他这件事情 他马上深夜就发了 发了 我真的很爱台湾 三十分钟的电视节目 谈论我的帽子 好不真实 是 所以我跟你讲 这顶帽子 已经 肥身国际了 但是 就发生一个奇妙的事情 这个普言项长 许文平 她是个女乡长 她晚上要去吃面 就居然 她平常常去那家面店 关门 没有 她就只好到另外一家 那家吃面的时候 突然间那面店老板说 我这里 还有两顶帽子 你拿去 等一下 会有需要的人 你给他 他想很奇怪 他突然跟我讲这个话 好 他就奇怪 为什么原来面店 突然关门 到这家面店 你可以拿两顶帽 拿两顶帽 吃完面之后 他就想到 我到顺泽宫去 因为这个帽子要加持 还要干公庙印 突然间到一个时候 一个六十几个男的 跪下拉着他 说你能不能送我一顶帽子 怎么了 只是一顶帽子而已 他儿子瘫痪十多年了 他说你送我一顶帽子 我拿去给我儿子戴 看我儿子 有没有办法恢复 真妙 我就跟你讲 这也是个奇迹 他如果不到这家面店吃饭 他拿不到帽子 拿到帽子 人家给他说 你可能遇到人 他来这边就想 家里就遇到人 做好事就送给他了 好 我告诉你 只要有华人地方 都有玄天上帝的庙 但是我真的讲 在台湾 是玄天上帝 神迹最多的一个地方 真的 那我们慢慢 讲几个例子 给大家讲 好 第一个很有名的 就是竹山奉天宫 你到竹山奉天宫去看一下 玄天上帝的左脚的两个脚趾是没有的 对 你知道谁敢把玄天上帝 干冒大不会 对 我告诉你 没有任何人敢敢 自动断掉的 为什么会断掉 当年在竹山的时候 有妖魔鬼怪 作祟 这个玄天上突然说 我来制服 就上了鸡同身上 咔一下 就跟妖魔鬼怪 作战 有人说是黑狗精 有人说是泥丘精 他作战过程中 我告诉你 鸡同的脚被曼腾 缠住 用你拉 扯断了 两个脚 扯断了 后来把妖精收了之后 奇迹的事情发生了 把他在他整体伤口的时候 很快就复原了 结果回来一看 玄天上阵的两个脚趾头 居然断掉了 所以戴亚帮他去断这两个脚趾 对 不是 他附在他身上 去打妖魔鬼怪 他两个脚趾头断掉 好 其实我最喜欢讲的是 阿里山受政工 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讲阿里山 因为阿里山上 你知道 珍贵的陵墓太多了 对 日本人把珍贵陵墓 砍伐殆尽 陵墓生气了 所以伐木工人生病 煮出来的白米饭 是血红色 是吗 是血红色 山有山神 对 不是 树神 你把树砍得太厉害 所以 现在阿里山还有树林塔 那是日本人盖的 日本人知道树生气了 盖树林塔 但是工人们就去请了一个 玄天上帝回来 希望能够帮我们消灾解恶 就是阿里山的受政工 所以阿里山受政工 我跟你讲 你看看 从1969年 50年前开始 1969年开始 每一年 农历三月出山 神额都会回来 附在玄天上帝身上 这么大的鹅 对 这么大的鹅 哪里飞进来的 黏在它的胡须上 身上 胡须上 各样都有 还有别的声音身上 我告诉你 它每一年都会回来 没有一年不回来 最多的一年来二十几只 它不是飞来一下就算了 它飞来 我告诉你 今年有飞来 今年飞了几只来 今年飞了九只来 年年回来 没有缺席的 好 在1988年的时候 因为我跟你讲 它专门是为了树林 设立了一个受政工 1988年的时候 这个林务局的一个监工 走私了 不见了 找不到人了 他家属跟这个同僚 当然就到盛中工来 上帝啊 拜托 帮我们找到 正在拜出来的时候 鸡同起机了 全天上帝到鸡同上 鸡同一走的时候 走到摩托车前面 那摩托车就是监工 骑的摩托车 他怎么会知道 是生是死啊 对 他到 是生日 然后他就指 在那个方向 你们往那个方向去救 他一啪到那方向 找到一个穿内裤的监工 找到了 对 神情 这很不可思议 已经失踪五天了 后来恢复有带到寿政工 去拜拜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发生什么事情 他一拜 拜了一看 他就说 我在失踪里面 有一个人 一直在我耳朵旁边说 你要支撑下去 你的家人 都在继续寻找你 你要支撑下去 那是谁 就是全天上帝 他一看寿政工的全天上帝 他在我旁边 耳朵讲话的人 就这个人 对 我告诉你 简直是不可思议 他作证 说那个人是他 好 我特别要讲 九二一大地震 九二一大地震 是我朋友 他的姨婆 真正他亲口讲的 我朋友一个姨婆 他住 九二大地的时候 他就住在吉吉 吉吉是最可怕的地方 几乎所有的房子 都被震垮 对不对 九二大地震的时候 他姨婆 不是冲到门外去 你知道她姨婆 做什么事情 冲到厨房 厨房贴了一个 玄天大地的符咒 他就跪到 玄天大地的符咒 一直拜 保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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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的房子都垮了 就他这个三合院 他整个木造的三合院 他应该要先逃出来 怎么去跪在屋子里 拜佛救 他做对了 他整个三合院 完全毫法无双 这好特别 对 他一直拜 一直拜 好 结果呢 他就要继续住在里面 他不肯搬 慢慢慢慢 这个大家都搬走了 到台北做事了 他房子越来越老 他觉得很奇怪 这房子上面一个主粮 看起来已经摇摇欲坠 早就该倒了 但他好像撑得非常非常的 有神气力量把它撑到 后来他们就跟他说 姨婆啊 你还到台北来跟我们住吧 这个房子太危险了 姨婆后来想说好吧 但是我要把玄天上帝的符咒 带走 他就拜一拜 拜一拜 拜了之后 就把玄天上帝的符咒 拿下来 拿下以后就走说好吧 走了 然后我们在老房子前面 合照会像吧 对 这很正常吧 要离开一辈子了 一辈子了 就拿着符咒 全天在房子里面照张像 相机还没按下去 咔嚓 房子整个倒掉了 房子整个垮 怎么没有这个时间点 真的 我告诉你 九二一没有把它震垮 你把玄天上帝的符咒 拿下来的时候 房子就垮了 所以那个福令是震着这个老宅 让他没垮 一直安全 好 你要讲到这个积极大地震 那一定要讲武昌公 武昌公在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 我告诉你 整个是垮下来的 整个就是垮下来 因为我们这边没有了武昌公的照片 我跟你讲 那个钢筋整个都扭曲弯掉 武昌公里面的三尊全天上帝 是从武当山的真武官请来的 是 全天上帝完好无缺 真的在里面 对 那就把他请出来 但请出来没地方摆 就弄个棚子 就把他摆上去 摆上去再想 完了 这个庙垮怎么办 第二天又入梦了 你怕缺钱不能盖 没关系 钱 自然就会生出来 那想怎么生出来 很简单 他的胡子从那天开始 三尊 不是一尊 三尊的胡子都开始长长 当初请出来的胡子是在这里 他就每天长长长长长长 这胡子长长的故事 一传出去之后 附近的人都来看奇迹 看奇迹 附近的人全都来看 就看了人多了之后 你看三尊 香火就忘了 香火就忘了 香火一望每个人就捐钱 每个人捐钱 我现在盖了一个 比原来武昌宫更大的武昌宫 所以你看 你刚才说 不要放心 一定会有钱来的 是 不可思议 最后我要跟大家讲 恒文宫 恒文宫这个事情 跟这个武昌宫一样 都科学没办法解释了 科学家有来 为什么这个胡子 会长长这么多 没有下文 没有下文 科学没办法解释 这也不是假的 可是真的长胡子 这个科学也没办法解释 好 恒文宫 他是全台湾最大的悬天上帝像 悬天上帝像 26公尺 26公尺 多大一个悬天上帝像 好 但是我告诉你 你到恒文宫四楼的地方 一二三四 四楼你注意看 四楼大概就在悬天上 的心脏的部位 心脏的部位 看到没有 好 你在这个四楼 有一个地方就这个 大概五十公分寬 五十公分长的地方 一站在上面 你就觉得一股温热的气息 从你的脚底 像蒸汽一样 一直往你身上这样冒 一直往你身上冒 只是地板 每一个人都会 好 科学家来了 就说我告诉你 很可能是三楼的日光灯 发热弄上来的 讲了有道理吧 听起来是 没道理 你知道为什么 第一个 只有脚站上去它会发热 手一摸冰冷的 那代表不是日光灯 第一个 只有脚会发热 第二个 手一摸是冰冷的 第二个 你把三楼的日光灯 关了会除了 它还是发热 那是怎么解释 它是发热 我跟你讲 科学家来了 居然没办法解释 只能说 这个地方 你感受到 玄天上帝心脏的温度 你说这个地方 刚好就是玄天上帝的 对 你刚刚看了 它的四楼 就是刚好是 它心脏的部位 所以居然站在这里 你可以感受到 玄天上帝心脏的温度 所以我告诉你 这个科学家有来 没办法解释 所以台湾很多神机 不是乡野传奇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我们已经接着 每一天 大家都将支持 那种 感谢观看